接下來另外一個部分來請教就是說在我們在這個月初的質詢中提到說其實全台擁有1.9萬人擁有10間房屋以上 這樣子屯房的狀況您認為是好或是不好或也不嚴重 那時候您的回答說這是一個具體的事實而已 並沒有辦法來判斷屯房的嚴重不嚴重因為裡面可能也有些人是刻意把一間房子分成10戶等等做切割 然後造成為了要避稅來造成這樣子可能屯房的現象 但我們想請教的是如果您這邊提到這個現象是否有掌握的實際的數據就是像這樣把房子切割把這個所有權切割成小坪數的狀態 我們是不是是不是有已經有相對的母數的統計資料我想擁有這樣的資料我們才有辦法進一步的來分析屯房的狀態 跟委員報告齁那個他拆分為比如說一間大房子拆分為十幾間小房子的時候 他在登記房屋稅稅級的時候他就已經跟地方的監管單位已經 或是附贈事務所已經新建的時候就已經用小坪數來申請 使用執照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曉得他在申請使用執照之前 他是一個大房子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 也就是說他 我在登記房屋稅級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這種情況 所以我到最後稅政經濟機關看到的是最後 那個小房子的房屋稅稅級的登記 可在房屋稅稅級登記前 他是不是一個大房子切分出來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意思就是說我們可能知道有這樣的現況 但是其實統計不知道有多少的數據是來自於這邊 除非有非常明顯 比如說一棟裡面發現 就是有這種情況 那我們就會去查 了解 但是我們同時想請教說既然我們不知道某數有多少 那我們先來回過頭來看這樣的現象 如果所有全人把房屋區分成小坪數 難道這樣就不屬於這個多戶持有的 應該要多戶持有的狀態 然後有囤房的可能性 然後我們應該來做 三進這樣子的責任來 避免囤房的可能性嗎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說把這個房屋切割成小坪數的所有人 很多時候都是需要 都是希望能夠邊向的從中得到一些獲利 比如說分租出去等等的 但是他們卻負擔的責任或稅責的部分其實是相對少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來 就這個部分來做審慎的評估 謝謝委員 我想我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特別是在學區附近 所以我們也會針對這個問題來加以改進 那個蘇部長 其他部分你就用書面 好不好 來給王委員王婉玉 謝謝麻煩一起來真實 謝謝王委員 謝謝王委員 來我們接下來